强力水珠抽洗 再将泡沫洒满整个车身 这是一般的洗车流程 但在水情严重 吃紧情况下 从洗车场游泳池到三温暖 这些用水大户行业 26日将在台南 成为首波被限水的对象 停水的话 我们是不会使用地下水跟再生水 我们会停业这样 吃老本这样子 开饮料店因为有制冰机 那个水费大概都在 五千到一万中间 甚至锈出水费账单 证明自己没有像外界误会的 那么会用水 解决缺水危机 台南市府动起来 除了启动抗旱水井外 也宣导使用再生水 民生用水部分也进行减压供水 就怕老天爷再不下雨 将提前进入供五停二的限水阶段 以后大家这段时间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以后大家打开水龙头 可能现在流出来的水量 会比原来的水量小很多 但是不会达到停水的 另外为了提高民众省水意愿 市府也针对民众和业者 祭出百万节水奖金 一般用户凡是今年五六月的水费 比上一期减少超过百分之三十 前六百名每户可得到 一千元的等值奖品 营业商号则是前两百名 可获得价值两千元奖品 展开全面性的省水大作战 持续干旱天气加上水资源不足 政府努力找水源鼓励省水 双管齐下就是要努力撑过 这一波缺水危机 欢迎新闻林志鹏成言为 另外于台南报道